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 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 愿恩惠怜悯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 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 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 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 好叫我满心快乐 想到你心里无为之心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 罗以和你母亲有泥姬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挑弯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甘强仁爱 谨守的心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此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此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神救了我们 以圣招招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 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 祂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 我为这福音奋派做传道的 做使徒 做师父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此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的 或做他所交托我的 直到今日 你从我听的那纯真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 从前所交托你的上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地守着 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 这是你知道的 其中有斐吉路和黑魔奇尼 愿主怜悯 阿尼瑟夫一家的人 因他屡次使我畅快 不以我的锁链为耻 仿道在罗马的时候 殷勤地找我 并且找着了 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 他在以福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 是您的第二章 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 干强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 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凡在军中担兵的 不将事物长生 好叫那招他担兵的人喜悦 人若在场上比悟 非按规矩 就不能得冠冕 劳力的农夫李丹 先得粮食 我所说的话 你要思想 因为凡事 主必给你聪明 你要纪念 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 他从死里复活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 像犯人一样 然而神的道 却不被捆绑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 教他们也可以得着 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 和永远的荣耀 有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 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主面前嘱咐他们 不可谓言语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 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 因为这等人 必进到更不进前的地步 他们的话如同独穿 越烂越大 其中有许米乃和 肥里图 他们偏离了真道 说复活的事一过 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着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精器银器 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解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信德 仁爱和平 唯有那于卓 无学问的辩论 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这种事 是起真净的 然而主的仆人 不可真净 只要温温和和 抵代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戒 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 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 脱离他的话书 第三章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半毒 违背父母 万恩负义 心不圣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常言 不能自约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任意万为 自高自大 爱耶乐 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这等人 你要躲开 那偷进人家 牢笼无知妇女的 正是这等人 这些妇女 担负 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常常学习 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从前亚尼和杨碧 怎样抵达摩西 这等人 也怎样抵达真道 他们的心地坏了 在真道上 是可废弃的 然而他们 不能再这样抵达 因为他们的愚昧 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 像那恶人一样 但你已经服从了 我的教训 品行 志向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以及我在安提阿 以格念 路斯德 所遭遇的逼迫 苦难 我所忍受的是 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不但如此 凡利志在 基督耶稣里 敬前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只是作恶的 和迷惑人的 比越久越恶 他欺哄人 也被人欺哄 当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 是跟谁学的 并且知道 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 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 都是神所摸视的 于教训 读者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 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行 各样的善事 提摩开后书 第四章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 活人死人的 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 和他的国度 嘱咐你 故要传道 无论得识不得识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 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单跑的路 已经 我已经跑尽了 所幸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 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 因为迪玛 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往 铁萨罗尼加去了 格勒士 往加拉泰去 提多 往塔玛 泰去 独有路加 在我这里 你来的时候 要把马克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处 我已经打发 推积鼓 往以福所去 我在特罗亚 留于家部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 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 那些疲倦 铜匠 亚里桑大 多多的害我 主必照他所行的 报应他 你也要防备他 因为他极力 抵挡了我们的话 我初次申诉 没有人前来帮助 竟都离弃我 但愿这罪 不归于他们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被我竟都传明 叫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主必救我脱离猪邦的凶恶 也必救我 进他的天国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问百吉拉 亚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 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 特罗斐摩病了 我就留他在米利都 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 到我这里来 有布罗 布田 利努 格劳迪亚 和众弟兄都问你安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